美國罕見放狠話 對中共攤牌 未來五年更殘酷 去美國化 中國多地出現俄文老牌 中產階層孩子沒有未來 中國年輕人生存空間在哪裡 燕膠大爆炸 警方威脅網民刪帖 TikTok的命運 全球圍堵中共的開始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024年3月16日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李東梅 美國和中共在多個領域的對抗正在加劇 最近TikTok成為戰場之一 更有學者表示 美中對抗進入攤牌階段 要求TikTok在半年內 和中國母公司自折跳動摸尼的法案 以壓倒性多數秒速 獲得美國眾議院的通過 眾議員加拉格爾明確表示 這項法案其實是為了保護美國 強制TikTok和中國共產黨脫離 TikTok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因為它的東加是自折跳動 而自折跳動是 聽名於中國共產黨 TikTok被形容是中共派入美國的特洛伊木馬 對於美國的新法案 中共出動了所謂的專家和官方喉舌 對美國表達強烈抗議 聲稱一定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反擊 與此同時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等五大工會組織 在3月12日向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辦公室 遞交了長達120頁的請願書 要求調查中共在海運物流和造船業的不公平政策和做法 這個可能是中美之間的又一個新戰場 德國之聲14日發表了鄧律文的評論 她說普遍認為 在2024年美國大選年 美中關係都不太可能好轉 但事實上遠遠不止這樣 美國未等兩黨正式展開總統國族 就提前對北京發難 除了拆除中國的起衝機 強制TikTok 摸尼等一系列實際的政策之外 美國政治人物的言行更令人覺得 兩國的關係無法挽救了 鄧律文提到商務部長雷蒙多 前幾天在菲律賓訪問時說 我們不能讓中國為了軍事進步 而獲得我們更尖端的技術 因此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我們的人民 包括擴大我們的管制 在公佈2025年裁員預算後 美國副國務卿維爾瑪表示 首先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盡可能超越中國 鄧律文說 無論是雷蒙多的不惜一切代價 還是維爾瑪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 這種表述很難想像是出自美國官員之口 一般來說 競爭中比較弱的一方會說謊狠話 中共外交官就經常這樣做 強勢的一方用行動表達力量 不情口竊之快 現在美國高官這樣說 只能理解為這是美國要與中方攤牌 換言之 在美國看來美中競爭是生死較量 不是我死就是你活 而美國必須贏得這場戰爭 鄧律文認為 拜登政府將美中戰爭競爭的市場定為十年 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半 雙方都明白沒有退路 但歷史只有一個贏家 所以未來五年 美中對抗只會比過去更殘酷 近期有網友披露 在大陸東北哈爾濱市等風景區 出現路標換俄文的標示 各地高速公路上的指向標識 也陸續由中英文改成全部中文 最近的兩會記者會取消了英文翻譯 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余忠基將軍表示 這些路牌也體現了當局的思路 最近外界都在傳說 習近平有秘密指示 中國要全面去美國化 包括美國的科技 還有一些象徵美國國力的影響力 當然語文就是最根本的一種 中共知道美中之間的對抗 短期之內是沒有機會恢復的了 現在中國也料定 未來在科技領域這方面 會被美國全面封殺 中國其實也沒有太多可以反擊的了 那麼反擊的方式 就是將美國所有的影響力 徹底在中國將它去除 余忠基認為 中國這些舉動 除了向俄羅斯展示友好 中共很明顯也在與俄羅斯拉緊關係 這個將加深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立 現在用俄文來取代英文這種現象 我們也看到俄羅斯儘管被全世界制裁 但是它的郵輪還是源源不斷地向中國運送物資 中國與俄羅斯不僅在經貿方面 或者是軍事合作方面 都在不斷強化 習近平最主要就是希望 能夠藉由與俄羅斯關係全面的強化和交流 來控管美國對於中國的圍堵 反擊美國應該是剛剛起步 未來我們會看到 越來越多類似去美國化的行動 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 近日網上流傳一篇文章 《中產的孩子沒有未來》 文章的作者 自稱曾經是一名華為的員工 他講述了自己原來的同事哀嘆 中國年輕人沒有生存空間 自己的孩子沒有未來 文章引發很多中國人的共鳴 沒多久文章遭到封殺 作者的上海同事離開華為之後 一直努力工作最後定居在上海 講到去年日子不好過 整個晶片行業的銷量都在下滑 除了工作很不如意 最令他頭痛的還是讀初二的兒子 同事兒子讀書本來很用功 但上海的學校競爭實在太激烈 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行 慢慢兒子在學習上找不到成就感 逐漸開始驗學 近期兒子又聽說名牌大學畢業生出來都找不到工作 碩士博士也降薪才錄取 於是他的小孩突然想通了 有一天晚刻 那小孩對父親說 你是名牌大學畢業的 還是研究生 現在都這個年紀了 還要天天加班得這麼晚 我考不到好大學 到時候會比你更慘 這位上海同事名牌大學石士畢業 年收入過百萬 買了上海的天價學區房 同事想想當時買屋的價格 再看看現在上海的房價 覺得兒子說得也沒錯 自己如果現在才研究生畢業 大多數也只能在家肯老 那同事和太太一商量 就同意讓兒子去體驗一下生活 於是他的兒子每天放學回家 踩單車送外賣 做十單左右 賺到的錢做零用錢 從此父子關係非常和諧 一家人其樂融融 對於小孩的未來 他的同事說 兒子現在才14歲 讓他大一點去學一門手藝或技術 能夠養活自己就可以了 網友紛紛表示 如果中產的孩子沒有未來 那全中國的小孩都沒有未來了 中產的孩子 在起跑線上 已經超過了中國90%以上的人 原深圳商人 異議人士林生良15日 告訴大紀元記者 自己的女兒在荷蘭 那裡有良好的社會保障 有良好的社會氛圍 沒有太多的學習壓力 充滿自由 他想做什麼 自己去做決定 只有在國內 中共的社會制度之下 才會造成教育競爭 異常激烈等 惡劣的生存環境 和社會環境 中共兩會剛結束 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鎮 13日就發生大爆炸 一棟大樓瞬間變成廢墟 事發之後 大陸有網民因為轉發短片 接到燕郊警方的電話 威脅他 你不關視頻 我們就找你 令網友感到恐懼 一夜無眠 西安網友莫蒜先生表示 13日晚客6時 他用微博帳號 轉發了一條 中共央視記者 現交採訪被阻攔的影片 但不到一個半小時後 就接到自稱是現交恆公東 派出所打來的電話 打電話的男子自稱姓張 在電話中說 公安局有外宣部門 你先核實之後再發佈好不好 個男子還說 我們先跟你溝通一下 看看你的意思 你的態度 主要是為了怕影響不好 現在現交這邊已經很忙亂了 我們不要將這件事再發酵擴大 很多事就怕對群眾有不良影響 網友表示不理解 並不想刪帖 將警官最後威脅說 你不刪帖 以後我們公安機關會找你談話 這個令到網友剝蒜先生一夜無眠 網友不理解的是 他發出微博 只是一個半小時 遠在河北現交的警察 就能準確地查找出他帳號的電話 他覺得公民的隱私被洩露 他不知道現交警察是如何找到他的電話 另外 網友不理解的是 自己轉發一個微博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公安局的外宣部門 核實之後才能轉發 13日早上 河北三河市現交一個臨街商舖 發生爆炸 瞬間一棟四層的樓房被摧毀 當地官方通報 說已經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傷 對於官方通報的數據 很多網民表示質疑 說官方公布的數據嚴重縮水 央視在事發後第一時間表示 爆炸事件是因為一間炸雞店燃氣洩露引發的 但炸雞店員工表示 店內並沒有使用燃氣 對此獨立視頻人作家蔡神坤 14日對《大紀元》表示 因為現交來北京太近了 信息是隱瞞不了的 所以官方不得不報 但只是輕描淡寫 其實爆炸規模非常大 一棟四層樓的建築幾乎全部被炸毀 很難用燃氣爆炸來解釋 美國國會眾議院3月13日 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保護美國人免受程序侵害法的法案 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在180天內從TikTok設置 否則TikTok將被禁止在美國使用 法案的目的並非全面禁止TikTok 而是迫使字節跳動設置 令TikTok脫離中國共產黨的控制 這個法案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的支持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這個法案一定會在參眾兩院 獲得通過 拜登簽署後會成為正式法律 並對加拿大和歐洲等國 具有示範效應 謝田表示 現在拜登已經表示他會簽署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是全社會的共識 這個注定會形成 兩個版本不一樣 他們可能會將它合併成一個新的版本 兼顧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要求 然後新版本會重新通過 對中共或者對字節跳動來說 他們現在已經沒什麼選擇了 必須將它剝離出去 將擁有權轉讓出去 一不就沒辦法在美國運作 實際上在意大利好像剛剛被罰款1000萬歐元 這是歐洲的做法 加拿大也在討論這樣的議案 如果美國通過的話 加拿大肯定會跟著通過 所以北美、歐洲市場的TikTok和字節跳動 都面臨這個問題 實際上也是全球封殺中共 圍堵中共的一個最新的進展 川普執政時期的2020年開始 美國政府就以國家安全理由 對TikTok在美國的運作進行限制 目前美國聯邦和多個州已經通過立法 禁止政府設備安裝TikTok 中共商務部表示 出售或者剝離TikTok 涉及技術出口的問題 必須按照中國的法律法規 履行行政許可程序 謝田認為 實際上中共沒有什麼先進技術 TikTok的技術最早來源於 美國的YouTube、油管等 只不過字節跳動公司 將這些技術做了一個更適合年輕人的應用 TikTok發言人在聲明中 完全沒有提法案對字節跳動的設置要求 反而說 這個法律是對TikTok的徹底禁令 並向它的1.7億美國用戶 推送提示信息 呼籲他們致電各自選區的國會議員 說這項法案是對TikTok的禁令 加拿大華裔作家勝雪表示 在美國的議會 在討論是否應該禁止TikTok的時候 中共發起了人海戰術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反而能夠 令美國的這些政客意識到 什麼人、什麼力量、什麼團火 怎樣的政權 才能夠發動這麼多的人力、物力 去捍衛這個所謂TikTok的使用權 如果像一般其他的事情一樣 反而這些議員還不會感同身受 來勢洶洶這個背後 有一定的組織性 有一定的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疏使 才會形成這種 被人看起來來勢洶洶的抵制行動 面對美國國會推動針對TikTok的禁令 中共外交部14日發佈超過6000字的報告 指控美國言論自由名不負實 盛雪指出 因為這個TikTok 它提供了百倍、千倍、萬倍 就是超過人所需要的信息 以及更多有趣的內容 它事實上就好像一個精神上的毒品一樣 TikTok其實在很多的民主國家 都在影響著整個社會 盛雪表示 現代民主國家都非常注重的一個基本權利 就是言論自由權 但是言論自由權又特別容易被極端恐怖力量 例如專制政權獨裁者所利用 就拿中國來做個例子 因為TikTok就是中共開發的 中共利用你的言論自由 進入到你的環境當中 然後我用我的意識形態 形成的手段、工具 甚至可以說是武器來打擊你 而你正正是基於言論自由 又不能去阻止我 你不能制裁我 如果你做了 我可以指控你是違反了言論自由 這是民主國家在過去很多年裡 所面對的一個挑戰和困境 各位觀眾朋友 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